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傅 我们搬入住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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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吵着什么呀 我根本就没睡 你们上楼我都听见了 师傅 我们办理入住 点口吧 是 我给你们填个表 困啊 一会儿回房间就睡觉了 听话 乖 我给你们填个表 去吧 喜欢这儿呢 这儿呢 你们俩住一间 你带着这个住哪儿啊 大叔啊 他们俩是两口子 我是单独的 对 你们俩睡两口子 是啊 听话 一会儿就睡觉了 再等等啊 先靠一会儿啊 那你跟他 他是我们朋友 师傅 你这儿有床位吗 不是 你到底是要床位啊 还是要房间 这样 大叔啊 我住一个六人间就行了 他们俩单独住一个房间 有没有便宜点的房间 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 有 不怕耗了就行了 不怕 好 来 进来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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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一会儿 这儿啊就是个储库间 地方反正是乱了点 但是它最便宜啊 又是单间 你们看 行吗 行 行 只要有床位就行 那你爱人 他这这 不会惹事吧 不会的 他不会惹事的 他很乖很听话题很安静的 从来都不会惹事 儿子 好好好 困了 晚上就睡觉 你忍一忍啊 你说这么个大男人 还很乖很听话 这叫什么事 那这样吧 每天呢就按床铺输钱 一晚上七毛钱 走的时候结账 行吗 好 谢谢您啊 好 你 你不住六人街吗 你跟我走吧 好 陆医生 辛苦你了 我开我开 没事 那你们就好好休息 好好休息 好好睡觉 好好好 听话啊 马上就睡觉 你们好好休息 明天早上我来找你们 走啊 来 辛苦了 陆医生 来 困了啊 先给你铺床吧 来 往外面坐一点 来啊 怎么了 光明 光明 每次你这么看着我 我都会觉得 你又回来了 觉得以前的你又回来了 你又回来了 你又不会想着我 你不是回来啦 是不是真的回来了 光明 是不是 你又坐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夏宜楠 周医生 您早也出来了 好了 好 同屋几个老乡在打牌 我出来偷偷气了 怎么了 我害怕 郭敏躺在那儿 我就想着她要检查的事 我害怕 我怕 我怕她的病 可不是治不好 你不用紧张 会好起来 病外如山倒 病居如抽丝 不过我们陪伴的人 得更有信心 有耐心 会好的 谢谢你 郭医生 你这位医生 你跟我说这些话 我觉得心里安慰多了 这种感觉 就像是落水的人 突然间炸出了 岸边的大树一样 我前妻也说过类似的话 她说 病人就像是落水的人 医生 就是岸边的礁石 给人求生的勇气 小柯她出国以前 也是医生 陆医生 我听说 本来是打算 和你妻子 她们一起去美国的 为什么没有去啊 你们都有女儿了 你怎么舍得离开她们呢 我不是 我想女儿 每天都想我 那 你为什么会留下来呢 我答应院长 留在医院 带好整个外科 继续拯救更多的病人 同事们都说 我是个工作狂 为了工作 可以离开亲人 其实 其实我知道我有私心 不想后悔 你会后悔 到了美国 我肯定能过上 富足的日子 可是我再也当不了医生 再也感受不到 救活一条生命以后 那种巨大的幸福感 那种对生命的轻微感 要是那样的话 我一定会后悔的 我迟早会跟小柯 产生更大的矛盾 甚至会怨恨她 不想那样 对 可是你们就这样分开了 真的太可惜了 他们还会回来吗 也许会吗 也许会 快 海上升明月天下公司时 我希望他们在地球的另一端 每一刻都幸福 快 我 我 天心公 你来看我啊 我初初去到长春 我这几天不在呢 你多去我大哥家照应照应 这些钱你拿着 给孩子们多买些好吃的 老公去呀 我都不是刚去的行媳妇的吗 三儿那个陆百玲 他不作妖就不错了 你还能指望上他去呢 怎么呢 怎么呢 你不愿意替我去啊 好好好 媛妇亲 媛妇亲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啊 放心吧 行了 走了 好的 把子 怎么总说这几样菜呀 腻不腻呀 咱们都画点别的呀 陆百玲 你可真逗我呀 就这菜 我刚炒两次 你怎么就天天吃呢 你可真逗 再说了啊 我就算天天炒 怎么了 我天天到你们家来 我倒些钱 我买个菜炒菜 我是为了给那仨小子吃 我不是为了给你啊 我不是奏你的 我还奏米 爱吃不吃不吃阿老 你就跟那仨小子 你借光吧你 你还算 你还算是多 你说什么呢 我说什么 我说你不爱吃 你把筷子破料去 别了 别了 别成兴啦 何阿姨你也别着急嘛 吃个饭是不是 这几个菜 确实是素了点 咱能不能稍微晃个花样 变什么花样 你当我谁啊 我是槟城饭店的大厨啊 还好变花样 你事怎么这么多呀你 三小子 奶奶炒的啥好吃不 好吃 听见没有 群众的呼声 人家大家都说好吃的 怎么就你事多 你就觉得难吃呢 我还告诉你 嗯 你嫁到彭家 你就是彭家的媳妇 老话说得好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嫁个贬的你挑着走 彭老师啊 惯着你 我不惯着你啊 从今天开始 你想吃啥你自己做 我做的 你给我别吃 我就不给你吃了 干嘛吃饭怎么办 去哪儿去 还生什么戏呢 好好地去 依娜 咦 你咦 怎么样啊 我现在画面几句休息一下 走吧 陆医生 他这怎么样啊 能不能吃啊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他这个脑损伤实在是太严重了 这个只能靠他自己恢复 真的做不了手术 也没有必要做看护手术 就算是北京上海 也没有办法治疗的 右手这是脑部的问题 我们外科也无能为主 不过坦白地说 这个机会并不大 他现在能够醒来 已经算是个奇迹了 老天爷为什么要惩罚光明 要这么惩罚我 我们做错了什么 我不过就是想跟我的丈夫 好好地在一起过日子 为什么 为什么他一天跟我日子都不给我 为什么他就不能把我的丈夫还给我 为什么 小妍 你别这样 别这样 你们一定会苦尽赶来的 那么苦尽赶来 什么苦尽赶来 我一直想 只要光明醒了 一切就会好的 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了 我每天盼着他醒过来 求着他醒过来 可他就能醒过来了 确实这样 医生告诉我都没法治 苦尽了吗 该来了吗 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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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咱们 我该怎么办 我吃了 我该怎么办 你呢 我该怎么办 我 Best to buy 你呢 我现在想回来 妈妈 妈妈 老明 你能醒过来 你就一定会好的是不是 你从来都没让我失望过 你这次也不会让我失望的 我等你好起来 你一定要好起来 好不好 怎么样啊 目前没有刚好的办法 只能靠到自己回复 我这老天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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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冬门 别哭了 不哭啊 没事的 一南啊 既然医生都说治不好了 那你收拾收拾吧 收拾什么收拾 什么意思呀 这是看光明哥哥情况不好 要料挑的走人啊 刚才您话怎么说的来着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嫁个扁男挑着走 这是轮到自己闺女就舍不得了 陆百玲 你说这像什么屁话呀 彭光明和彭光荣 能在一起比吗 你不管怎么说彭光荣 她能跑能跳能说会笑 你再看看彭光明什么样 怎么了 光明哥哥好 你看 这不还笑着呢吗 你怎么瞪着眼睛说下话呀你 不是我说的我告诉你 如果他俩掉个个儿 你彭光荣是这样 百分之百你早没眼了 不可能 说什么呢你 妈 别说了 我不喜欢听人家这么说我丈夫 我觉得光明现在挺好的 至少比他昏迷的时候好 以前医生说他不会醒过来 但是他醒过来了 现在医生说他好不了 也许将来有一天他就好了 他是彭光明和别人不一样 他已经为我们创造过一次奇迹 我相信他还会再创造一次奇迹的 是啊 现在我们厂里提起夏依南 没有一个人不竖大拇指的 都说光明哥哥娶了夏依南 那是他上辈子鸡的德 说起二嫂 我们脸上也跟着有光 为了你脸上有光 让我们家依南再捧家耗一辈子 你说不行就不行了 这得问我二嫂 二嫂 你愿不愿意照顾光明哥哥 我会一直照顾我丈夫 永远不会放弃 你个死心眼子你 行了 你不回我睡觉起 走走走 凯匀 咱要回去睡吧 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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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都说你治不好 可我不信 以后只能靠你自己了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是不是 是 我相信 你一定会为了我 再创造琪琪的 一定会的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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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 你好了 光明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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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 杨大爷是我们邻居 不怕啊 光明他怎么了 杨大爷 光明是醒了 但是他的病没完全好 还有点不认人 那好 我上班了 再见 二哥 走 我们玩跟你玩去 你干吗去 我们跟二叔去玩啊 你不是说 二叔现在像小孩子吗 小孩子就应该跟小孩子一起玩 放心吧 二嫂 我们不上树也不下核 那行 等等 我练完衣服跟你玩块去啊 不用 小孩子就应该跟小孩子玩 你们大人来了 我们小孩子 晚晚都不自在 走吧 冬天二哥 我们走 放心吧 二嫂 这附近的四个厂子里 所有十岁以下的小孩子 有一个算一个 不管男女 都得给我碰光练几分面子 有我在 谁也不敢欺负二哥 走吧 那行 你照顾好你二哥 走吧二哥 出班 出班 起来 前or 前儿 我们大哥装着玩去 大俩这儿 一难街 你你就回来了 彩侠 你怎么来了 前几天天cy工租会 我多到暮音来看你好 你看嘛 我买了肉 片菜 给我二包蛟子吃 真是太谢谢你了 彩侠 一难街 这一天 光明拿过来平常的样子 阿哥 过来 阿哥 好玩吗 以后放了学校我每天都带你来玩好不好 要不你试试 拿着 拿着 好 走 沙沙 光明拿过来平自抛了 谁说自不好了 不是自不好 能治好 就是比较难治 需要时间 那他不是别人心呢 他不是足的懒人跟您什么条话咯 彩虾 你说啥呢 是吗 晏蓝姐 你把我偷醉喊 你不会跟你盼大哥那个离婚 我咋的那结婚嘛 谁说我跟你大哥离婚了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光明的 行了行了行了 你赶紧包小子吧 来来来 赶紧包吧 好 好 走 走怒 来 赶 赶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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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区 比我们机器厂的人 跑到你们车厂厂来玩 我那是摘 你说谁凑呢 这不就那摊子吗 没想到醒过来了 现在就成了傻子 你说谁傻子呢 不是傻子 怎么这么大的人 还和我们小孩一块玩铁环 不是傻子 你到人家说句话呀 大家去看呀 我们家一大傻子 我们不要跟傻子玩 不然以后我们也成了傻子 你 四叔 不要打架 你放开我 看我收不收拾他 不行 要是三大二叔怎么办 我们不理他们 不跟他们玩就是了 谁跟你们玩啊 三个傻子 傻子一家 你走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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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继续吧 这关闭大狗看样子操刀了 铁钧锅还要往下一篮粉跑 我把他的死砸个弹嘛 臭屋死个人哪 来 来 来 乖乖 你这包得啥啊 没 revisit 没 revisit 我重新包一口 那怎么回事啊 你看你这包不挺好的吗 这 少点 少点 重新包一口 你们先走吧 再见 怎么了 四叔 四叔 刚才不玩得好好的吗 怎么就不高兴了 最重要的同学 骂什么傻子 谁骂的 李大伟 怎么又是那个李大伟 我看他真的是欠收拾 他在哪 我去找他 黄梦 给我回来 四叔的事情 还论不到你一个女人出面 东京 你哭什么 李大伟 妈是不是傻子 妈 我们是傻子一家 那你是傻子吗 那你觉得二哥是傻子吗 不是 这不就对了吗 只有闹着我才在背后说的坏话 二哥不是傻子 是顶天立地子男子汉 我们也是男子汉 男子汉是不怕背后被人说坏话的 不管他们说什么 我们就当没听见 知道吗 他们不跟二哥玩 没人搁二哥玩 那咱们就搁二哥玩 咱们三个就是好朋友 大哥 大哥 你回来了 你们知不知道医生怎么说的 医生说 二叔这边没法治了 啥 治不了了 那省城的医生不就挺厉害的吗 怎么就 怎么就治不了了 陆里生说 二哥的病 目前 只能靠他自己恢复 叫他治好 五三 三 三 四 三 七 七 三 六 柴不是 去 去 去 大哥 我陪你玩 来 慢慢来 不着急啊 好 来 睡 我去 去 去 来 来吧 来 来 有 天真哥 你咋回来啦 怎么可能啊 有火酒 你不走开心了 三火酒的嘛 给我给我 您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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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班了我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哎 小的家 啊 你说 这老天爷怎么就这么不公平 不公平 哎呀 天真哥 你咋子了嘛 我跟你说 妈 我今天还去了盆家里 帮他们去包了脚子里 嗯 嗯 对 你应该多去他们家 帮帮我大哥他们家 帮帮我嫂子 我嫂子苦 我大哥也苦 他们太不容易了 真的太不容易了 嫂子 嫂子 天天酒消的夏宜兰 他啥子好的嘛 我跟你 我嫂子就是好 我哥也好 我哥眼光好 娶了全世界最好的女人 怎么的 他这个号哪个号 我以为你喜欢他 我当然喜欢他了 夏宜兰 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 谁不信 天真哥 你讨论欺负他呢 你一定要好起来 哥 你一定要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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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个好女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陆医生 你怎么开始看脑袜课的书了 不会是想转科室吧 不转科室 就是学习一下 就能提升自己了 陆医生 我听说车祸昏迷的那个彭光明醒了 是不是很难听 就是真的 对 醒了 那真是太好了 彭光明康复了 那以后陆医生 就不用再往夏依南家跑了吧 醒是醒了 离康复还远着呢 那反正 至少夏依南的丈夫醒了 也挺不容易的 对 能醒过来已经算是奇迹了 嗯 你回去吧 陆医生再见 你 你 你干啥啊 环境人组的东西 你不要吃 不是 你出什么磕了一天你 不是我吃了啊 我吃了 看 大脸 大脸 你来干什么呀 陪你呀 我不用你陪 不是 选掉区尾这么大的喜事 我得陪你一起见证是不是 我都说了我不用你陪 你是外场的 你别跟着我 不是 走开 百良 我在这儿等你啊 等着你胜利的消息啊 加油 加油 谁啊 谁啊 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啊 意思大家都写了申请呗 怎么呢 一个个都觉得自己有戏啊 百灵姐 今天除了公布选调结果 也会公布大家的分配结果 我们也要来听一下对吧 听 有什么好听的呀 无非就是一二三四 几个车间呗 有什么区别啊 陆百灵啊 看你这话说的 就好像选掉的资格 你手拿把钻了呗 手拿把钻呢 倒不敢说 十拿九稳倒是有的 是啊 你为了进区尾 连彭光荣都舍得家 可惜了 你是舍得了孩子 可也未必套得住牢 李小霞 你什么意思呀 我什么意思 待会儿许厂长来了就知道了 好 同志们 今天是咱们宣称队 解算前的最后一天了 许厂长呢 是百忙之中出出时间来 来看望大家 咱们掌声欢迎 各位同志 各位工友 今天呢 咱们厂的这支宣传队 就要解散了